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以后 许多曾经的王公贵族都失去了往日的尊贵地位 除了直系的皇室成员以外 其他人或是被赶出或是提前逃出了紫禁城 但是也有一些清朝的遗老遗少选择留在北京城生活 比如说清朝最后的格格爱新觉罗显奇 她是末代肃清王的幼女 后来改名为金墨玉 虽然生活中经历了颇多的坎坷 但还是活到了九十多岁的高龄 同时她对于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然而在2014年 金墨玉临终之前 一直乐观积极的她却眼含热泪 向人们讲述了一件令她和曾经的清皇室都蒙羞的事情 1918年在清朝灭亡了七年之后 金墨玉出生了 她是清朝末代肃清王爱新觉罗善奇的第十七个孩子 尽管在这个时候肃清王是在东北流亡 但是肃王府的做派礼节一点也不比曾经差 除了男孩女孩都要遵守的请安 祭拜以及衣食住行的繁琐礼节 家里的长辈对于格格们的要求更加高 外出聚会的时候只能够是由奶妈代替家菜 而且每次还只能够加上一点 吃不饱也不能抱怨 只能够回家以后再托奶妈准备食物 外出食必须由奶妈陪同 衣装、发饰、妆容必须保守 这些礼节习惯 在金墨玉的兄弟姐妹们看来 已经是成为了习惯 他们只能够遵守 但对于年纪更小 生性活泼、自由的金墨玉而言 无疑是一种折磨 她想要的生活是自由自在 不受约束的 到了上学的年纪 家里将金墨玉送到日本去留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金墨玉被迫回国避难 在日本上学的这几年 金墨玉暂时摆脱掉了家族里的束缚 她烫了头发 身着旗袍 就像民国时期有钱人家的小姐一般 另外金墨玉还告诉家里的长辈 自己要去工作 做一个记者或者是一个歌星 长辈们死活不肯同意 但最终还是没能说服金墨玉 金墨玉在北京的一家日资公司 做起了顾问 工资不少 而且还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消遣 于是无事可做的金墨玉 就会去骑马照相打球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以后 金墨玉并没有像哥哥们一样逃离 而是选择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他开始自食其力 在几年后与著名的画家 马万里结婚 两人过着朴实充实的生活 但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 金墨玉在1958年遭遇了牢狱之灾 他的人生也就此改变 在经历了15年的牢狱生活和长期的劳动改造以后 金墨玉的身体大不如前 只能够从事一些文笔的工作 但是他的生活态度却一直很乐观 在晚年的生活当中 他开办了日语学校 还在河北廊坊买了自己的房子 但对于曾经的满清贵族生活 金墨玉却是尽可能地避免谈及 与之前的族人也尽可能地保持一定的距离 可以看出他对于之前的生活 还是有一些难言之隐的 但具体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不想回忆 他一直也没有说出来 直到2014年他临终的前妻 面对身旁表情哀伤的亲友 金墨玉似乎想要坦白 某件事情那样地开了口 其实我早些年坐牢 全是因为我父亲和姐姐的事情 当时给我的罪名就是出身的原因 到了这个时候 我也觉得姐姐做的事情是一件丑闻 对我对整个清朝王室而言都是 金墨玉的父亲肃亲王 善奇是一个对清朝忠心耿耿 整日幻想着清朝复辟的王爷 而他提到的这个姐姐 原名叫做显瑜 汉族名字叫金碧辉 而他最为人熟知的名字 却是女汉奸 川岛方子 说到肃亲王善奇 他可是对清朝十分死忠的人物 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 善奇正在家扶丧 但是他在听说慈禧太后 携光绪帝出逃北京以后 他也顾不上守丧了 穿上衣服便去追赶慈禧等人 他还力劝光绪帝回北京主持大局 然而却遭到了慈禧的斥责 回到北京以后 善奇发现 虽然圆明园再次遭到洗劫和焚毁 但是紫禁城却完好无损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在多方打听以后 善奇得知 是日本浪人 川岛浪速从中协商 劝述八国联军保护好紫禁城 因此善奇对这个日本人很有好感 不久后 他心怀感恩地拜访了川岛 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 并且结拜成为了异兄弟 川岛是个精通中国文化的日本人 但是他满脑子都是分裂中国满盟的想法 在他的误导下 善奇天真的以为 日本人是站在清朝这边的 于是他在川岛的行动上 给予了很多的便利和支持 直到1912年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清朝灭亡 但是清朝的遗老遗少中 仍有许多人对清朝复辟抱有幻想 他们组成了宗社党 开始从事复辟活动 善奇和日本人川岛都是这个组织的骨干 善奇拒绝在清皇帝退位的诏书上签字 并且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日本人占领的吕顺 当然这一切行动都有川岛的参与 善奇此后 死心塌地地投入日本人的怀抱 不仅主动为日本天皇服丧三天 还公开拜业日本侵华战士 此时的他 已经将川岛浪速和日本军国主义 当成了清朝复辟的最后一线希望 为了讨好川岛浪速 他甚至将六岁的女儿爱新觉罗 显鱼送给川岛作为养女 而显鱼即是后来为祸中国的女间谍川岛方子 1913年 显鱼改名为川岛方子 随后被川岛浪速带回日本 之后被送去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 在这期间 他接受了一系列的军事间谍培训 很明显 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打算利用他实施清华计划 1924年 17岁的川岛方子被养父川岛浪速强暴 此时的他相貌已经十分出落 但经此事以后 他开始拒绝女装 性格也开始乖僻暴躁 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以内 尝试过与国内的大哥诉苦 但是大哥劝他忍一忍 这让他心灰意冷并尝试自杀 所幸在危急关头 他被川岛家人及时救回 这之后 人们都知道了川岛浪速 奸淫养女这一事情 这个老头也颇感尴尬 于是将川岛方子送到其他地方赞助 时间来到1927年 川岛方子仍然拒绝回到川岛浪速身边 并且自己独自返回了中国 他联系到了爱新觉罗的族人 并且依照着父亲 善其的满蒙联合 匡妇清廷的遗训 与蒙古王族结婚 但是没有多久 四位已经日本化的川岛方子 从夫家逃出 转而投奔日本的关东军 这时 日本已然开始了清华计划 他们建立起了由满洲激进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青年组成的满洲青年联盟 以此来为接下来的行动搜集情报 川岛方子在加入后不久 便成为了骨干力量 川岛方子向后为日本实施黄孤屯事件 发动九一八事变 提供了重要情报 他也日渐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信任和重用 在1931年 日本侵略者正在筹建 溥仪满洲傀儡政府 他们先把溥仪秘密地从天津接到了旅顺 但是由于行动仓促 溥仪的皇后宛容被留在了天津 溥仪要求日本人必须将宛容带回自己的身边 日本人只好物色人选 最终挑选出了川岛方子作为运送宛容的知情人 川岛方子也曾是皇室成员 所以行动起来十分的方便 他为此换上了女装 还打扮了一番 并暗地里通知宛容做好准备 里应外合成功将宛容送出了天津 日本关东军十分满意川岛方子的表现 受于他陆军少佐军衔 而溥仪和满清已老 也对川岛方子十分的感激 赠予他许多的钱财当作军饷 算是对其的褒奖 春风得意的川岛方子 从此更加心甘情愿地充当日本侵略者的棋子 在他的协助下 日本侵略者成功地建立了维满洲国 他成为了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 并借此机会残害百姓 大牢有水 在此期间 他又赶赴上海 勾结流氓土匪 刺探上海的军事情报 为日本发动128事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并利用自己手下的杀手 残杀逮捕抗日人士 然而 就当川岛方子 以为自己心心念念的清朝 即将卷土重来的时候 他发现 日本侵略者帮助溥仪建立的维满洲国 只是一个幌子 他们从未想过帮助清朝复辟 这时他曾短暂地醒悟过来 开始暗中释放被他逮捕的中国人 但他随即遭到日本人的监视 不过到了1936年 川岛方子重新选择为日寇服务 此时的他 已经完全不想复辟清朝的事情 而是彻底地成为了 卖国汉奸 谋求富贵 俗话说得好 多行不义必自毙 1945年 日本战败投降 川岛方子随即被国民党的特工逮捕 1947年 他被提起公诉 并在次年以汉奸间谍罪被处决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金墨玉从始至终 都没有参与姐姐川岛方子叛国 卖国的行动中来 也未曾有过联系 但是这件事情 一直让身为妹妹的金墨玉 很是苦恼和羞愧 金墨玉从不标榜自己的出身 但仍对自己的姐姐 曾经清朝阁个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解 川岛方子 不仅让整个清朝皇室盟修 还伤害了许多国人的性命 可谓是罪大恶极 着照的摄影 事运动中 是什么 他已经有金墨叙 这种运动中 他就会是个尽管转的 所以